是人机同步,人机逐渐同步,集中剂震惊减少以后呢,那么有利于给人很快的拖击使用。 当然对于高热不脆,那么弱比较盛的安龙女王王和直血伞都可以很好的使用。 这两个方子呢,在威易的治疗里面,对于邪热内线而导致老神,那个神臂的情况下, 确确实实是非常好的,两种有效的药物来使用,值得我们去认真探索。 最近我回来以后呢,还有一个病人呢,因为长期缺氧以后,目前是犯植物状态的。 当然他新冠肺炎已经好了,但是因为新冠肺炎搞这个症还存在心。 我看完以后呢,我说你这个仍然是,是一个精血不足, 然后呢,导致了一种神窍不开,那么需要用,我给他看,用个方子, 用什么补精血,要用一下那个归路而先交为核心, 在河共安龙女王王来进行治疗呢,可能能取一件效果, 我们试试看,但这个病人仍然在治疗过程中。 所以微重病人呢,我们要辩证人计,一人一侧, 这需要我们中医去看见,那么临床,对于清醒和普通行, 真的是我们一方可治,一法可治。 当然在可能在国外呢,我们不可能有那么好的方子, 那么我们,我说的,只要符合刚才说的化丝,解毒,清热,三法, 具备的功能呢,实际上这样的中等药的, 都可以有效地治疗这样一个病人去的, 不一定说我们不要用什么药来做去。 那么我个人的理解,化尸是什么? 新冠肺炎病毒非常有意思, 它把人的免疫功能蒙蔽得很厉害, 炎症非常抗尽,然后那个DIC的, 那个营血不能紊乱去的, 化尸的主要功能是解除这种被蒙蔽的免疫系统, 那么免疫可以振奋起来, 这是我,我没有做研究, 我现在是拆想, 那么我随后可能我会开展一些研究去做去的, 解毒呢,主要是针对于这个病毒, 针对于病毒,中药抗病毒能力非常弱, 不想说我精准的, 但是呢我用解毒方法把病毒打一闷棍, 也可以,也可以把它打蒙了去, 但是我打不死了, 但是呢,轻热,我轻热解毒, 轻热解毒呢, 它是解除了炎症抗尽, 炎症抗尽和那个明血功能紊乱, 这两个功能区别, 这是这个,除此之外呢, 它还可以那个改善, 那个肠道和肺部的微生态, 那么是这个病毒呢, 在它所赖以生存的微生态, 可以改变以后呢, 一样可以做这种, 这是我对于这样一个话识解毒清热, 这三个方法呢, 对于这样一个新冠肺炎的治疗的一个, 对你生命学的吸引的这种理解呢, 我是这样一个想法, 我说随后可能会研究这个变化来说, 只是目前是一种猜想法, 这样呢,因为我们有效了, 我们来进行分析的机制, 然后了解的机制, 最后呢,我们能够更加精准的, 我们制定出有效的, 有更加精准的方式来进行治疗, 这可能是我们现在, 再赋予我们一个重要的任务去做去, 先让我简单的把我们, 做一些科技的情况来讲, 这是张伯利安斯, 我们做的一个科技的一个, 一个应急项目, 这是咱们今天在中国, 世界第一篇, 是我们的项目里面, 在中国中西, 湖北中西结合院, 出现了第一份的, 三十四例的一个随机对照研究里面, 研究里面证明, 它对于那个, 这个中央的新冠肺炎里面, 第一个它症状消失的时间比较快, 第二个体肤护肠症状比较快, 第三个中央时间天数比较低, 大概有七八天, 这个需要, 需要几近十天, 另外呢, 它临床治愈率比较好, CP已经牺牲了, 一个是百分之八, 一个是六十六, 另外最重要的是, 它的普通转重率呢, 明显的下降去, 这是我们做到三十四例的研究, 然后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 总结去, 随后, 为什么它会出现这个状态呢, 我们发现它对于, 对于淋巴细胞的复长率, 要好到很多去了, 尤其是淋巴细胞基础的复长率, 这个好了, 因为这个百分之七十三, 七十三这个才百分之五十, 这么一个一个一个情况, 它当然对第二具体, 等等都为一个很好的, 一个复长的数目去, 随后我们做了一百零八点研究, 一样得到同样的结果, 也就是说, 中医中药, 它在改善炎症, 那么提升免疫, 那么改善临行动物那方面, 起了作用以后, 最终达到治疗新冠肺炎这样的目的, 当然它的转移率也很好去了, 那么, 随便跟大家说一下三个药物, 三个药物呢, 可以规范的合理使用, 这三个药物呢, 目前国家中国药品施政官局的, 一定给他们的说明书上, 施政上增加了新冠肺炎, 普攻型和轻型, 这个对于重要新冠肺炎, 病毒所导致的新冠肺炎的一种, M4S, 农肺症, 这样一个治疗区域, 那么进化性感, 联网新闻呢, 我们可以看出, 这是在新冠肺炎刚初期, 九王省23家医院完成的这样一个研究局, 148例, 它对于改善症状, 太快了, 我看看什么原因, 改善临床症状, 对于发热咳嗽乏力, 具有很好的消失的情况局, 另外, 对于转音率, 也有很好的趋势局, 转重率也是有很好的趋势局, 那么基础研究, 这是中南山院士的团队做的, 他对于, 第一, 他可以抑制病毒的空斑的形成, 第二个呢, 他对于病毒, 和导致的严重音质的表达, 有很好的意识作语, 等等, 也就是说是很好的作语, 金丸清感呢, 是在09年流感期间, 在由北京研制的一个新药区的, 这是当年, 王陈燕和我呢, 我们做的一个治疗甲流的实验区, 是在那个年间发导的这篇文章, 那么他确实, 他的有效性和奥斯塔尾是一样的, 另外呢, 他的退卸时间要高于奥斯塔尾去的, 同时呢, 他价钱也很便宜去的, 这是他的效果去, 那么在这次新冠肺炎期间, 这是我在武汉读基医院呢, 做了一份研究, 102例的新冠肺炎, 他治疗组呢, 他对于转重率, 主要转重率, 有一个很好的表达作用去的, 另外他对于白细胞和淋巴细胞的复充率, 也就是很好, 在北京, 幼儿院呢, 王晓金教授, 李修会教授做了一个研究, 也是他能够改变了, 增加白细胞和淋巴细胞的功能, 另外呢, 对于转移率呢, 也有很好的一个作用, 这是两个药物, 这两个药呢, 他还是真正达到起到了一个, 对于新冠肺炎, 轻型和普通型的提高质疑率, 它是有效的, 第二呢, 他可以对于他的淋巴细胞和白细胞有一个降低, 有一个正常的恢复作用去的, 这是雪病的研究去, 这几数研究呢, 第一数研究证明他对于重重的设计获得又非常有效的, 这是我们富兰大学的白细胞教授牵头的一个项目, 在去年6月份在Cathematic发表的, 他能够降低病死率的研究去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邱海波教授呢, 做的一个对于农中的研究, 他目前结果呢, 目前就发表了, 也是达到一个降低病死率的结果来做就得, 从那个, 那个近期新冠肺炎里面, 这是, 杨智峰教授做了一个研究, 是广播会员所说呢, 他对于病毒有一种, 主要是他对于病毒所导致的白结束一, 白结束六, 那个, 这种研究因子的过度表达, 有很好的一种, 而且有尽量一代习性的, 同时他对于, 那个, 冠状病毒的药效, 也很好地有效果去的, 当然将近两, 是216例的一个临床报告嘛, 目前正在统计过我们中间, 也就是说在这一次中国的抗疫中, 取得了三药, 三方, 我把三药呢, 简单给大家沟通, 重点是它两个普通, 对于普通性的, 和清新有效的药物去的, 三方的治疗, 那三方的药呢, 基本上是在刚才我说的那些方子的基础上, 拟病和变化而来的方子, 然后供大家去参考使用, 那么我们的归纳中是一种, 化石解毒清热三法的, 三法的那种那种, 规范使用最终呢, 能够达到治疗结构目的去, 我呢就简单的, 把新冠肺炎, 我所看见的, 所思考的, 所研究得到的, 给美国的通道呢, 做一个交流, 供大家参考, 谢谢。 今天非常感谢刘院长的精彩, 清晰解读了新冠肺炎的起因, 诱因和特征, 还用非常多方面的, 用中医的理论, 还中医的治疗法则, 包括中西医治疗的, 这个实力, 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到, 这一次的传染病为, 急性的病毒性腹肌道感染综合症, 刘院长的无时分享, 宝贝的临床经验, 对我们美国同行同道, 医师们提供了非常实用, 某效的临床指导, 得一悲浅。 我们现在呢, 就是表示再一次, 感谢刘院长的精彩讲座, 我们现在下一步, 就是安排是, 我们的嘉宾讲员, 跟我们的主讲, 刘院长, 有一个讨论, 我们有一些答疑, 就是讨论答疑。 我们这个第一位, 现在是我们的, 这个董刚召医师, 董刚召医师呢, 是黑龙江中药大学特作教授, 美国南湾大学博士导师, 美国中医针灸研究院专家顾问, 请董医师现在提你的问题。 好, 谢谢刘青成教授, 特别呢, 刚才的这个, 听客来, 受益医匹浅, 而且之前呢, 我也拜读过, 这个林青成教授的, 应激政治的思考, 所以, 我结合美国, 我们目前美国, 大部分的中医药人士, 现在呢, 都说是在这个, 预防新冠疫情, 疫情上面来努力, 所以呢, 我刚才也听到了, 就是刘教授提到了, 新冠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阶段性的临床表现, 有这样的一个表现, 而在治疗里面呢, 刘教授呢, 特别呢, 也提到了旧地, 阶段, 这样的一些, 这个思维模式, 我想呢, 就是我的问题呢, 重点呢, 是在我们怎么掌握, 这些用药的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 这个问题呢, 分两个方面, 目前呢, 在美国呢, 很多人呢, 就其实真正的遇到, 这个新冠肺炎的, 医生呢, 还是不多的, 可是呢, 在美国, 特别是我们在加州, 旧金山跟这个, 这个地区呢, 它现在正是流行, 这个一般的感冒啊, 流感啊, 所以, 还症状上呢, 还有一些呢, 还是, 有这样的方法去治疗, 或者是预防, 但是呢, 因为有了新冠, 很多人呢,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很多人呢, 都大量的用中药呢, 去做预防抗疫, 有这个必要吗? 因为特别是美国呢, 现在呢, 这个药物呢, 也是短缺的, 第二个呢, 就是, 在这个病情, 这个发作的阶段里面, 我们在什么时间, 特别是刚才, 刘教授提到了, 这个初期跟早期的时候, 就是七到十天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还是可以用, 这个旧例啊, 跟这个折断疗法, 这样的一些措施, 和用药, 在这个病人的身上呢? 谢谢刘教授。 谢谢董老师, 那个两个问题都非常好, 第一, 不主张吃中药来预防, 那么中药的预防呢, 是有它的, 是有它的实用的范围的, 比如说, 我们是一个密切接触者, 比如说, 我们曾经在去医院的, 有一步步中的, 在医院接触过这样的病人去, 这样一些情况下, 我们用一些药物的预防是可以的, 这是一个预防, 预防呢, 还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我个人的体会, 用一些防箱, 化着, 补气的药物就够了, 在美国呢, 可以用点西洋森, 用点商业, 用点荧花, 那个用点输液, 用点仓竹, 这样的水煎着, 或者泡茶喝, 喝个两周时间, 十天时间就够了, 这是我想, 这是对于第一个预防的, 普通人不主张, 你用药物来预防的, 当然对于老年人, 高龄的人, 身体体质素的功能下, 有些人问我怎么办, 我说在美国好办, 你们可以买一点西洋森片, 加一点绿茶, 就够了, 一天三克西洋森片, 加上适当的绿茶, 那么, 它的绿茶呢, 可以是一个化着化湿的, 西洋森片呢, 它补气呢, 提升免疫力的, 因为这个病的核心, 就把你的免疫, 给你, 所以我, 我跟西洋森片聊过这问题, 他们也, 我说特别像一个, 急性的ICB, 突然间, 因为它零巴细胞可以到零, 它CDC, CD8可以到, 各位数, NK细胞可以到十几个, 那么, 这也是一看的免疫要崩溃了, 这么一种状态去, 来做这个, 所以呢, 我们在这小期, 对于中老年人的, 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是很重要的, 提升免疫的方法就是, 当然西洋森很好的, 那么, 我们的核心化妆化妆病, 也是一个很好治疗主要方法的, 这是, 这是我想, 关于预防这一块, 一个医生的问题, 当然, 咱们说, 戴口罩啊, 洗手啊, 通风啊, 那是常规的, 那是咱们日常做的, 第二个, 这个季节, 是流感, 各种流感, 和日常感冒的高发季节, 您说对了吗, 新冠肺炎的早期, 和流感和感冒呢, 有相似的地方, 去来做去, 那一样的, 实际上都是个外感病区, 我们就叫, 那用外感病的治疗方法, 就可以, 可以达到很好的治疗, 比如说, 用火烟蒸气, 和银效散, 那么, 大变密节的, 加上防风风霜碗, 就可以解决这一, 相论四个, 不能做核酸, 不能做核酸检查, 可能潜在有, 新冠肺炎, 核酸阳性的病人, 你用这三种方法, 就可以解决这问题, 温病下不厌早, 我们及早用大黄, 刚才我说, 截断之术啊, 就是要用好大黄, 大黄用好了以后, 它的截断之术, 就可以解决, 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说呢, 大黄用好了, 是大便通了两三次, 没有任何坏处的, 西医很害怕, 一用来说, 你弯, 这药后大便吃了中加了, 确实大便吃了中加了, 肚子还会疼, 而这是不良反应, 我说这是我们中药, 药效的反应, 不是不良反应者, 那这俩, 咱俩看法不一样去, 来说, 当舌苔呢, 变薄了, 开始有后变薄了, 那么就要及时地加上黄蜜, 或者加上西洋参, 这是我们补气的一个根本, 这样防得出现邪气, 毒邪内线的一个重要点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湿热毒内线营血, 就是因为我们的气不足了, 缘气不足了, 所以说当舌的这种湿呢, 降化的时候呢, 我们及早地给它, 及早地给它, 用一点香参, 用点黄蜜, 还是很好地能够, 能够主要基本的发展的, 在临堂我们曾经物质一个病人, 不是我们物质, 是歪打正着, 你老太太坚定七十多岁, 得了一个新冠肺炎重症的, 需要上无上飞机, 儿子呢, 没听见, 每天给他用一百克西洋参, 煎成参汤, 送到ICU里面, 让他喝, 五天以后, 当然我们用了, 用了那个宣费拜徒方, 来给他知道, 用了五天以后呢, 这别人很快的, 明显的比别人要好得很快, 后来这什么回事呢, 问得一下, 最后都弄明白了, 他儿子每天给他用了一百克的人参, 三天用了五百克的西洋参, 其实就, 老太太太, 很舒服, 后来林主说, 哎呀, 他说, 你的中药加上, 吃上这个人参以后呢, 香参以后, 是一个歪打正着, 还是一个, 单就是在早期, 就是当舌苔一晚下化的时候, 我们及早扶正, 这是非常重要的, 叶先生讲的, 先安未受邪之地呀, 可能在这里面, 还是很有意思的, 那么, 董老师, 去过来参讨, 那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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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在对于中药美学人, 我用大黄, 一天也用到九十克的, 哦, 九十克, 这个方法呢, 就是三四十年代之前, 我老爸, 他是这个邓解涛的, 这个同窗的, 同学, 他也是找这个中西捷克的, 在广州中山学院, 当教授了, 他也是很早期的, 就是在这个四十年代的时候, 他也是把这个小橙汽汤啊, 跟这个人感谢干汤啊, 配合一些荷香蒸汽碗啊, 一块用, 效果蛮好的, 谢谢, 这在广州是非常好的方式去的, 好,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下一位, 是吧, 下一位老师, 刘金老师, 在吗, 刘金老师, 我在, 我在, 好, 我在, 我先介绍, 刘金老师呢, 他是那个, 美国麻省中医学会的常务理事, 前哈佛大学中医针灸研究专家研究杰子, 美国中医针灸研究院的专家委员会专家顾问, 请, 刘老师, 请讲, 好, 刘金全教授, 您好, 受益匹浅, 今天从您的讲话中, 学到了很多, 以前有五六位讲员的话, 没有讲到的一些细节, 非常感动, 您在这个, 不但传承了中医的基础理论, 并且在中西结合方面, 给我们开阔了很多的思路, 我这里有问题, 就是新冠肺炎的病人, 很多都是以血氧饱和度下降为特征的, 您特别提到了用这个大量的人参, 还有加大房, 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病人不但是缺氧, 而且由于机体免疫系统, 危机关障碍的话, 他对氧的耐受的能力也下降了, 那么很多病人, 我听别人报告, 病人的心率都达到124以上, 您有没有见到大量用人参的话, 会增加他的心率, 第二个话呢, 很早有研究, 就是红顶天, 还有就是生脉伞, 就是加上脉冬, 尤其脉冬, 维斯基以后, 它增加的, 不但增加耐缺氧的能力, 并且的话呢, 可以相对的制约, 人参可能的增加心率的危险, 又增加了这种氧因的作用, 您在这个用人参汤的这个方面, 是不是经常有配合? 刘老师这样的, 您提的问题啊,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去的, 独身汤的使用, 在我的使用里面, 如果是一个, 我们诊断很明确的, 是一个气虚, 阳脱的情况, 人参的使用, 只能是降心率, 不会是升心率, 那么我在这种间, 抢着一个重症的病人呢, 那个休克, 血压七十零, 然后呢, 视墨绝腻, 那么我采取的办法呀, 那么用了二十只小时, 给他用了三百克的人参汤, 同时呢, 煎完以后呢, 两小时停住, 两小时停住, 二十小时血压都升到一百二七十, 心率呢, 就原来的一百三一百五, 降到了九十多回去, 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往往不会出现这种状态这个, 但是呢, 对于将这种病, 这种温热的病, 您提的是这个呢, 一定要和脉冬和五位子配上去, 为什么在武汉, 有时候配不上去呢, 是因为没药, 药材来源不足, 所以说有时候就单打一了, 要么用人参, 要么用大黄, 当然人参加脉冬加五位子的, 对于温热病的治疗, 这种瘟疫所导致的这种, 这种血压的下降, 休克, 确实是非常好的, 包括这种喘憋, 养活涂下降, 都是非常好的, 这是吴居通在文明条片里面, 也谈到的, 那么当出现, 汗出绝逆闯磕的时候呢, 加上生卖散, 这个规律确实得是人参脉冬五位子, 一定要是这样, 这样来和合理使用去做, 去使用去的, 而且这个药呢, 要平服, 不要, 不要给它那个, 一次灌进去的, 那么我的原则是, 方法就是, 药煎完300毫升, 分12次, 两小时一次, 这叫平平服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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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感染人休克, 不是这种温热病的感染, 其他细菌感染人体的休克呢, 那么毒蚊汤呢, 可能更多一点, 往往是人参加大黄, 那是一种气须热毒肾, 肾得比较厉害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人参也是要浓间, 平服的办法来去解决, 确实实是这样的, 毒蚊汤的使用, 我们对于独生堂的使用和生败散的使用 现在使用的方法还真正没有学会 没有学会古人怎么用的 如果有机会我经常跟同学们说 我说你们看一看民意恋案 民意恋案对于谁托证的 这样一个大概几个非常好的议案 是独生堂的议案 他是用人身高 一个24小时一天 他用数斤的人身高来给你回洋救你 但是那时候回洋救的病人 那种病人还是比现在咱们所看的 我们现在在IC所看的要轻得多得多 至少你人身高给他灌还可以喝进去 现在给他灌的喝进去 已经处于很重的状态 来去用了 包括吴居通在用生败散的时候 吴居通在一案吴居通一案里面 他用的也是非常的猛的 他往往是一个尺寸两个尺寸 给病人平复一次 用的量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对于重症对人治疗呢 他一定是真的是随正质子 那么一日之内的术法来使用 绝不是说我用一个法用到底的 说我上午用人身 中午用大黄 晚上我可能就负责了 在这次整个病情的发展过程中 往往是出现这么一个状态 刘老师就顾您参考吧 咱们一块来 非常满意 非常满意 谢谢 谢谢 下位老师 我们是请田海和老师 田海和老师 好 谢谢 能看到吗 能看到 非常感谢 先介绍一下 我们的田海和老师 他是全美中医要学会的会长 美国中医校友联合会主席 欢迎田会长 谢谢 谢谢刘主席 非常感谢刘院长今天的精彩讲座 刘院长讲的非常的详细 从病因病机以及这个治法 很多的用药体会都非常的详细 我做了很多笔记 学习了很多 这个刘院长呢 讲解得很清楚了 我就问一个题外话吧 就是那个 我们讲啊 这个 这个病人得了这个新冠以后 他这个预后转规啊 不同 可能根据他的体质啊 这个和免疫功能有关系 我们讲啊 就是说这个病死率比较高的情况下 一般都是老年人呢 这个体质比较弱的 或者有基础病的这些人 这个死亡里面的 这个我后来又发现了 这个有些这个人呢 比方这个这个李文亮 这个年轻人也有代表性 他们相对来说年轻也没有基础病 按说体质也比较强 为什么一下呢 就是转成重症 不症 不治这种情况 请这个刘院长 这个能够解读一下 为什么年轻人 在体质还可以的情况下 也出现了很多重症 中医这方面呢 我们呢 怎么能解读一下 谢谢 还有这样呢 您提的几个问题 这个事儿特别重要 我说让你们听就行了 李文亮 以及这几个年轻人的 突然的加重 包括武昌医院的刘院长 核心的原因 是失智和物质 是治疗的不及时 那么治疗的不配合 而导致这个病情 突然的加重去 因为他没有很艰难的度过 那个危重阶段 就是七到十天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难过的阶段 那么这时候 如果咱们终于找 后来就很少退 终于找去参与以后呢 把废气一打开 鼓气一冲顺 这病人就慢慢就开始 好转起来了 像李文亮他们几个呢 这些人呢 都认为自己是医生 然后呢就比较 刚开始比较那个 心情比较转 没有什么 等到突然加重以后 就恐惧 非常恐惧 恐惧到日夜二日 不害怕 说我病情重得不得了去了 果不其然 到了十几天以后呢 突然的加重 突然加重以后呢 那么 因为是医务人员 大家都不忍心 给他插管上飞机 都用过无创呼吸机 来进行治疗去的 无创呼吸机的人机 对抗的人机配合 是非常难的 往往有医生给他 有没有医生 有没有呼吸科的医生 ICU的医生 给他正确的指导去 这样他的 呼吸机的使用 不规范 一憋起 都自己拿掉去了 这样长期的 超过了 五天的这种低氧 这个状况情况下 瘴气的损伤 人的瘴气 是有限度的 会突然加重 而导致的地方 说这些重症状 我看了 我看了 当理由上 我还没给他看到 他就去死了 那么他后来 很多年轻人看以后呢 那么早期干预以后呢 还是得到很好的救治 所以说呢 就是我跟他讨论 老年人 老年人多种慢性疾病基础 看以后呢 因为他原型毒 很容易出现 邪毒内线 这个邪毒内线的时间 是在第五天到第十天之间 差不多是这个时间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及时的 给他把原型補伤球 邪毒内线 他会出现高热 我不怕高热 他高热的同时 他呼吸制要顺畅 开始顺畅了 这事是好事不是坏事 我们就怕他不高热 就那低温 然后喘叠 非常难受 那实际上是一种 是一种正气被蒙蔽以后 而最多打开的状态 这是最难做的一个工作 所以说年轻人呢 在武汉呢 我们看到年轻人 更多的情况下 是失质和物质 或者是治疗的不及时 而导致了一种 变症和坏症 后续 规范地使用了灰激以后 养疗以后呢 这种现象出现的几率呢 就少了很多了 好 谢谢 谢谢刘院长 好 谢谢 谢谢 那我们现在是陆标老师 陆标老师呢 是那个 全美中医药学会的 针究主任 也是美国 他是在美国的 北京中医药大学 校友会的理事长 还是著名的 这个珍视杂动 他一个杂动技术专家 就是跳动 为什么不见了 陆老师请讲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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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到 听得到 好 谢谢刘会长 这个介绍 那么刚才听了几位专家的提问 和刘清泉院长的讲解呢 我真是树立非浅 我觉得这个刘院长呢 把这个用药的不同的阶段 以及以什么作为指标 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 非常难得的 很仔细地把我们中医的用药 这个是 因为一般的人呢 就是只是说有这个方子 你可以去用 但是在什么情况下 我们怎么使用 跟什么东西配合 我觉得刘院长这个讲的是非常清楚 尤其是比如说是 舌苔比较厚的时候 当然我们要化湿 而且要解读要通腐 这个肺打肠表里通腐 同时这个腐气一通以后 肺的这个热能够退下去 而且告诉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这个病人呢 他是热多寒少 他的这个胸腹部呢摸上去是很热的 可能手脚不太热 但是胸腹部很热 吃腐热 把这个热给他卸下去 以后病人向好的方向发展 而且讲到这个很多呢 尽管就是刚才那个田惠长问的问题也非常好 为什么有些年轻人呢 他突然一下中了 可能我觉得这个刘院长回答的非常好 就是说失智物质 因为有些他是西医 他没有过早的 有些西医的年轻医生 他也未必就是说是接受中医的治疗 那么这种情况 如果我们中药早期干预的话 病人呢就是再发展下去 或者是变成这个坏症 脱症呢 这个可能性就小很多 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 那么我 而且这个舌胎 就是舌胎从后腻变得要是薄一点了 那个要脱阴的那个时候 我们就是要补气补阴 双唇来 我觉得这个在用药上和什么 都是说得非常好 而且到了后期了 安宫硫磺丸 什么紫血丹 我觉得这就是一些 真是临床多年的这个 尤其是在急诊时 看到这个微部病人 这个使用的方法都非常到位 也就是有一个简单的问题 就是说 因为我们中药 我们中医治病的 就是用药的这个药性 药性是有偏的 用药的这个偏性呢 来解脱人体的疾病的这个系统 那么我们就是要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 我的问题就是 你比如说是 我们要化湿 确实这个病就是湿和毒 最初而且有热 那么我们要化湿 这个是我们要 化湿是对的 但是化湿也要 我们呢就是说掌握一个什么度 因为化湿的这些药 也叫燥 尤其是比如说化痰的药 二尘汤啊 祸香啊 这些都非常燥 那么这个同时病人呢 又是痰呢 黏在一起又是干渴 而且它很容易伤阴 如果我们的药用的太燥了 它这个伤阴伤得快 而且干咳痰黏黏在里头呢 反而是加重 那么如果我们又不化湿的话呢 又不行 那么这个这一点上 我们就说这个药 在两边的时候 我们怎么找到一个平衡点 我们是要化湿 那同时要又要顾后的照顾到 不要让它干咳加重 不要伤了它的阴 所以因为我们中医 我们老祖宗有一句话 过因不及 如果我们这个东西 我们认得很准 但是我们过 一用的过了以后呢 它会就跟没有用 它是产生反作用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们在领受 尤其在初期 因为到了中 过期以后呢 就托的时候 独身汤啊 甚至这个 那个是夫子汤啊 那是另当别人 因为我们在美国也见不到 而且在最初的时候 就是亲任和中任的时候 那么我们怎么掌握这个化石 如何能掌握一个好的平衡点 同时又顾护它的音域 这就是我的唯一的问题 好 谢谢刘院长 谢谢陆老师的问题啊 这个事儿特别重要 尤其在红绿平 清醒病人里面呢 掌握好化石 和 顾护音乐之音的关系 是至关重要的 实际上肝露消毒丹了 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去了 但临床中间呢 我常常是这么看病人 查房的时候 看义部特别人 第一呢 从昨天到今天来比 两天查房 三天查房之间 舌胎由厚 固化了厚 变成松散了 开始向薄去变化了 这是一个舌相的 一个变化之一 第二呢 舌体 舌体呢 在找 因为它气急于毙的时候呢 它为舌体用紫气 往外透 紫气 然后呢 当它紫气呢 开始往外散解了 没了 由一种 大纸的这种 这种紫气的舌胎呢 变成 变红了 开始向红去转化了 这个时候 那么化色的力量 要适当地开始减轻 养育 清热力呢 要正强 武器的力量 要正强了 所以说 我觉得 这我也有体会到 一篇是在温乐片里面呢 对于舌脉 对于舌的胎和舌子的论述呢 如此的详细 那就是说 确实是老先生在 这个年代 认真观察 总结出来 这样的结果 怎么样把湿和热 分开 在化湿的同时呢 不至于伤音 叶先生 一天是他用的是 滑湿啊 竹叶啊 这些情况里 但是对于这样 一个湿度液 这滑湿竹叶 淡竹叶 就不行了 就得考虑了 炒果 槟榔 或香 这样的情况 所以说 掌握好 它两个分析非常重要 而且呢 掌握好以后呢 病人可以说 在顺利的 时间之后呢 就可以 达到 痊愈的目标去的 如果掌握不好呢 可能会延期到 15天 甚至更长的时间去 这就是治疗的一个平衡点 非常好 非常好 你的解释 是非常道理 谢谢 谢谢 所以我们还今后呢 在观察病人的过往中 慢慢的再掌握 能够写出啊 像一天寺的温热片 这样一个对于 瘟疫病的这种 舌相的论志的 这样一个篇章呢 十分重要 好 谢谢 谢谢 那个现在是最后一位了 就是我提一些问题了 刘院长 我跟大家听众讲 我是刘美长 美国中医针究联盟主席 美国中医针究研究院的理事长 还有美国中华医学协会的会长 我今天就是想问一问 那个刘院长呢 就是因为我看了你 也读过你的一些 过去的讲座 也看了一些 我主要是 现在主要是问几个问题 都是关于跟这个核酵药三药三方有关系的 第一了我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莲花清温胶囊里面 因为现在不能进到我们的美国来 是因为它有麻黄 或者它有那个 甚至说有鱼心草 有马豆磷酸在里面 这一点我想等一下跟刘院长讲一下 刘院长为什么不在呢 在吗刘院长 在 因为那个突然间那个影像不见了 你知道美国现在已经过了100万的确诊了 死了5万多了 现在 那我们很希望有这个 因为现在说三药三方是特效药 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些 酸青核化方 感冒退热方 这些新冠肺炎 2号方了 血壁 进注射液了 寒热 清注射液 还有深末注射液 我们可能现在 暂时还不可以用这样的这些的特效药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当他们说鱼心草里面有马豆磷酸 那你们在做这个莲花清温胶囊的时候 麻黄我们都知道它美国不一样 很禁止因为有麻黄 但是在你们用这个药里面 是不是像现在传说的 就是说里面有马豆磷酸 会造成这些 这些这个特效药会造成一些副作用了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么多的方 究竟它是完全是中药的药方 还是包括了有一些西药呢 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问 我知道现在时间已经 没有多少剩下来了 就是说按照国务院的报道说 在3月23号他说 在中国用了中药医药去治疗的话呢 他这个成功率是91% 那是不是他们全部是用这个特效药呢 还是有其他的基本上 用特效药还是还有 我知道肯定是会有其他的药 是不是大部分都是用这个特效药去治疗呢 好 谢谢刘燕子 好 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关于莲花清瘟 麻黄和鱼草的问题 麻黄是因为麻黄碱 它容易吃冰毒 所以说美国是精英美药 我觉得这是一个常规的 鱼草里面呢 它有一定量的 麻黄碱酸钠 它不是麻黄碱酸 所以说呢 它有麻黄碱酸这一类的成分 但是它不是麻黄碱酸 所以鱼草是一个很安全的药物 你知道咱们在四川呢 云贵高原地方 鱼草都是当菜来吃的 哪有什么不良反应来做 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于 用西医的 用西药的标准 来衡量中药的标准 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做法去做 所以说放心 它里面没有像那个广木箱 像不是像那个青木箱 像那个细心的叶子 和那个咱们说棺木蜂 它是麻黄碱酸 麻黄碱酸呢 对肾脏有损伤 然后出现一些 生物要不动的这样之类 但是鱼草它里面是麻黄酸钠 它两个成分呢 是不一样的 所以实际上这是药 这个药是一个很安全的药物 来去使用去的 就是麻黄的剂量 它里面折算这麻黄碱的剂量 是非常非常小的 这是从这个莲花清瘟胶囊上来看 它是这么一个情况 第二个呢 刚才您说的那些药 我们不能叫特效药 这是中国治疗 新冠肺炎有效的药物 不叫特效药 实际上特效药是指的什么呢 指的杀病毒的药物去 像目前 原来研究的克里兹 像瑞德西韦 像那个腔力胎 像这个法兰皮胃 这些药物呢 主要是来 对RNA技术 去具有 什么呢 阻断它肤制的这样一些药物 来去做去了 像中医的作用 不是这个作用 中医的作用是 治疗这个病有效 就是说病毒可能 显示不出它更优势的效果 因为至少 目前全球 还没有特效的药物去 但是我 我猜说嘛 没有特效药物 但是我们有治疗 心状冠状病毒 感染和导致疾病的 有效的治疗方法和方案去的 这是 所以咱们中医的这种方案 是有效治疗方法去的 那么目前所谓的 所统计出来 91%的有效率 是一个大概评估的 并不完全是这么一个 是区的数据的 只是这么来算贷的 所谓的药物呢 不完全是三方三样 三样三样三方呢 只是一个代表 代表到中药的 那个治疗的一个方案去的 每个省都会给每个省呢 有不同的治疗要点去 比如广东省的一个 肺炎一号 是那个 是那个谭主任的 他们做的一个 也是刚才我说的 清热解毒化湿 这三法 在不同偏重的情况下 组成了一个方子 记得 那么你看陕西 清文什么什么几号 都在是做 但是所有的治疗方法 都不会超越 这三个治法 所主持的治疗方式 治疗有的方式 所以说呢 银跳伞 火烟蒸气 和这两个药呢 应该说是一个 是把这两个方式 能够融合的 这三种治法融合一起的 很要的方式 干脱消毒丹呢 它里面就有了 顾顾应业的治疗 所以我想 在全国的整个中医治疗里面 不全是这几个药 是在这个治法指导下的 每个地区 叫阴人 阴时 阴地 实际上是山阴阴地 所产生的相应的治疗方案 达到治疗的目的 所以每一个细节的研究 实际上 目前国家科技部呢 正在去想 对于不同地区的整个 中心的治疗 主要性到重性到 微重性的治疗呢 做一个分析和总结 目前也是正在探索 正在那个 现在通过中吧 还没有 正确和科学的结论拿出来 然后去 去跟大家去 分享去 非常感谢 牛院长 我今天呢 接到三个不同州的我们的中医同道 打电话来 因为知道今天有这个讲座 他们就跟我们分享了 他们现在 其实我们美国 尤其我们在加州 我们是可以用麻黄的 是不受限制的 而且呢 刚才说的鱼心炒 我们大量的用的 根本就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 在这个药出来的时候 莲花清瘟胶囊 他们很多的人 就拼命的叫国力的人 寄过来啊 或者怎么样 后来现在就寄不过来 但是就有这种讲话 就是说鱼心炒的问题 麻黄我们都知道 这是很普遍 大家现在都以为麻黄不能用 但是我想跟你分享一下 其实在美国 这个我们不能用麻黄 但是它是不可以用麻黄 就是用在那些 就是 就是普通品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 希望通过这一次的抗疫 我们希望能够把 一些我们的病人 他已经看了一些确诊的 这些 确诊的这个 新冠肺炎的病人 我们要好好的把它整理起来 也希望能够有机会 刘院长能给我们多多的指导 在这一方面 我还是希望 你看假如说 这么多的方 都是非常有效的药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 他能够进到美国来 我们现在也在做这个努力 希望能够怎么样 把我们的中药 把我们的 可以 现在好像我们都可以配方的 现在所有的这些 特别的这些方机 我们都可以配成中药去看病人 那当然了 我们就是 一定要更好的应用 今天你给了我们 很好的指导了 尤其是临场的指导 那希望我们以后 有更多的机会 能够听到你的讲座 而且我们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可以 请问你可以吗 随时 随时联系 咱们随时沟通 希望 当然是我们做的一个 宣费拜读 一趟 那是很有意思的 没有时间的话 我把那个方子的整个 目前研发过程 给大家沟通 你们 既然不是成药 你们可以按照方子去开方 其实很多 就是说你今天讲的 很多的方机 跟我们分享了 太多的东西了 我们要慢慢的消化 但是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我们说现在疫情好像说 慢慢降下来了 其实就是我们讨论 其实就是刚刚开始 希望是我们的中医 包括针灸 包括各种的疗法 能够尽快的进到 这个美国的这个医疗系统里面 那也希望你们多多给我们支持 指导 好 谢谢刘院长 我现在代表大家 再次的感谢 我们全球 其实现在在很多的国家 的这些学会的 都在听 也知道你等一下 又要去匈牙利里面去讲了 对不对 那他们说今天跟我说 哎哟你们讲 等一下我到我们讲 我说没关系 我们多多的听 对不对 好 那谢谢 还有大家其他的嘉宾里面 还有什么的话 要跟刘院长讲呢 我们再 谢谢刘院长 话就是感谢的话了 谢谢刘院长 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把我们的中医 中药能够尽快的推动到 我们的这个美国的医疗系统 跟世界上的医疗系统 好 谢谢大家 晚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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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谢谢 晚安 应该晚安了 拜拜 晚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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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好 谢谢